在本次试飞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验证科目就是高级地面引导系统 这也是国内首次真机验证四级标准高级地面引导系统 据了解大型机场飞行区内分布着336排停止排灯和约24000个中线灯 横向的停止排灯的功能与公路上交通信号灯功能基本一致 绿灯通行 红灯停止 原来的地面滑行依靠管制员和机组之间的通话 尤其是在交叉口存在冲突隐患 而高级地面引导系统就相当于是给机场地面运行装上了红绿灯和导航仪 能够有效地识别出滑行路线上的潜在冲突 绿灯形 红灯停清晰简单的标示也更直观 这套系统就相当于一套路网的 或者叫滑行和车辆行驶路网的一个管理系统 它帮助飞行员和车辆的驾驶员来规划它的行驶路线和滑行路线 而这套系统在我们应该说在全世界这么大的一个机场里头 这是大兴机场第一个在投入使用的